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 提味百姓幸福 发现中国归煌 爱家乡 爱祖国 我们共同描绘 践行中国梦的美丽篇章 新中国65周年华诞之际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骄傲 为华夏克彩 中国这么大 永远独不完 今天 江苏广电总台 大型全媒体节目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来到了位于青藏高原上的青海省 我身后就是有着 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也是大美青海最靓丽的地理名片 一千多年前 文城公主衰进城湖的传说 赋予了青海包容开放 民族团结的美好象征 漫长的历史发展进城中 昆仑文化 河黄文化等 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贵 拥有着高原大美风光的青海 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和骄傲 行动红光深色之间 让我们一起开启 大美青海的探寻之旅 中国最大的内陆盐湖 为什么会影响国际上 手机锂电池的价格 中国原子城内 这座铁门为啥设计成半流血 青海的光伏发电量 占全国多大的分量呢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迎着昆仑阳光 走遍大美青海 青海 青藏高原上的重要省份 浩荡的原生态风光 淳朴的都民族风情 让这里令人神往 除了风景秀里的青海湖之外 长江 黄河 南沧江 这三个世界著名长河 也都发端于此 这里是生命之源 这里也是希望之源 如果说青海湖 三江源 是青海的俏脸庞的话 那么花儿可以算是青海的好嗓子了 花儿是西北地区特色名歌的俗称 发源于甘肃临夏地区 成为最代表青海特色的文化名片 流行于青海一带的和黄花儿 堪称花儿的惊魂 被世代居住青海的六个民族 共同传唱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西宁大通的老夜山 这里也是文明显尔的 花儿歌会的举办地 大家从我时候可以看到 花儿歌手正在热烈地 和观众游客互动 用他们的歌声唱响幸福的生活 在台上献歌的是 土族歌手佟金娘 她说 所谓的互动 多少有点比歌喉打擂台的味道 这不仅造就了花儿 豪放亲民的风格 客观上也推动了花儿 唱出新意 长盛不衰 我们唱话是随机音变嘛 他们改变了以后是三步的节奏 动恰恰 就是约束出来 然后你所有的味道都唱不出来 你那个节奏 你在哪天 叫你哪天就哪天 这花儿它是悠扬的 它是随心所欲 想唱就唱 唱得响亮 花儿的这种随意自在 暗合了高原人 豪放不羁 追求自由的性格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花儿才得以广为流传 早期的花儿 从内容和主题来说 以倾诉中常的情歌为主 如今的花儿一人 在歌唱中大胆融合历史与当代 坚守新风与旧俗 可以说 一曲花儿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 无所不包 简直就是一部歌喉里的百科全书 除了花儿 热共艺术格萨尔说唱和藏戏 也是青海叫得想拿得出的艺术瑰宝 他们还都昂首迈入了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装扮生活走向世界 人文的青海越来越有色彩 越来越有魅力 这首花儿唱的是 古丝绸之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支 丝绸之路青海道 丝绸之路青海道 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主要是通过青海湖 都兰格尔木一线把货物送往西域 当年中原战火频繁 古丝绸之路上贸易迹经中断 历史的偶然让青海道成为了东西贸易往来的新接近 这块商贸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像黄园 多巴 像重要的一些贸易的集散地 这个也加深了来 像中亚 西亚 南亚 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的这种交往活动 黄园 古称丹格尔 昆仑文化发祥地之一 丝绸之路青海道上最重要的商贸城市 走在这里的街道 仍可感受到繁华的商谷之风 不过 在这个回藏蒙土汉族混居的西北小镇上 最醒目的竟然是一座青砖白瓦的孔子庙 大西北如何会出现孔庙 这其中又蕴含着文化 一种什么样的迁移途径呢 这是西边的最小的一座文庙 在瓦桑就没有汉文化 以前的话没有汉文化 就是藏传文化 蒙古的文化 就是藏传寺院 蒙古的佛学寺院 这里文庙就是到这个地方去 基本上就为止了 原来这居然是位于我国最西部地区的一座孔庙 它的存在 既是历史上儒学向西延伸的标志 也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包容发展的重要见证 如果说黄源是丝绸之路青海道 由东向西通道上的脖子的话 那么八百公里外的格尔木 则就是通道的尾巴了 格尔木是位于柴达木盆地 干燥的气候充足的光照条件 使这里成为天然的枸杞摇篮 中国最大的有机枸杞基地就坐落于此 我也尝一尝 我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枸杞 平常都是泡水喝的 甜甜的 有点那种水果的香味 真的很好吃 天然的枸杞 珍贵的东虫下草 独特的青壳产品 这些大自然给予青海的宝藏 通过不断升级延展的交通网络 新兴的物流配送链条 现代化的信息传递途径 输送到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 喂 你好 我在哥尔木 喂 我在北京呢 喂 你好 我在南京 手机的普及逾越了地域交通的不便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变得便捷 而早期手机使用的都是 涅氢涅各电池 带电时间短 充电麻烦 直到锂电池的出现 才有效解决了这些矛盾 不过锂的提取成本一度过高 这也导致锂电池价格居高不下 锂资源如何才能得到 广泛发掘和使用 从而降低手机的电池成本呢 可充电的手机锂电池 从诞生到现在 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 我现在就漫步在 中国最大的内陆盐湖 查尔汉盐湖的边上 那么手机锂的电池 又和这片湖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踏上了寻访之路 许振齐 青海盐湖集团 李宪母带头人 扎根盐湖边32年 一心想提取中国人自己的礼 中国盐湖跟国外盐湖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的话 就是相互之间可以借鉴性的东西很少 就是因为它的形术 可能是硫酸型的 可能是其他型的 我这个盐是氯化型的 你肯定不会想到 这片浩白如雪的湖水里 蕴藏着丰富的氯化力 锂储量高达130万吨 位居中国首位 这是手机锂电池的主要生产原料 那么如何从湖水中提取纯锂 与其他办法相比 曲里于湖的优越性又在哪呢 经过十年的反复实验攻坚 一项成熟的湖水体理技术 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项通过吸附计提取纯锂的技术 不仅环保经济 其先进性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湖水体理对西方国家的价格垄断 也形成了强烈冲击 比材料的国际价格映升下落 我们以往的话就是说 手机电池在00年左右的话 应该在800 现在的话不到80 应该下降了10倍多 这也是湖水体理所起到的 就是推动性的作用 应该代表一种青海骄傲 跟中国骄傲 因为中国的主要资源 里的主要资源 在2012年里的主要资源 或者在215年里的主要资源 为主要资源 所以我们以为 打探尾等人员 如果有资源 他的主要资源 不会是在2005年里的 我们下转这个 如果有资源 就能够破下来 那么的话 我们下转了 所以我们下转了 这边的转发 更多的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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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火的七月 因为油菜花 因为碧水蓝天 青海照亮了世界 让中国为之骄傲 黄湖赛海拔最高的赛段 被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 1939年 西部歌王王洛斌的一曲经典名歌 让海北州海燕县的西海镇 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走到这里 一条秀迹斑斑的铁路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地老人告诉我们 这条铁路与老青藏县 几乎同步开建 建设之初曾引起轰动 不过铁路随后的建设 与使用情况却非常神秘 好像从地图上消失了一般 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来海燕县西海镇 就是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 这里又被称作中国原子城 当时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 就是先建厂房 先后搞生活 建设设设计之类的 聆听介绍 似乎又把我们带回了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 都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一时间多少时代风流 在这里贡献青春 又静静湮灭 所以我们一切都带号了 当时北京乘青海 不叫青海 不敢提青海俩的 叫千方 你到千方回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 快了 房子差不多了 叫千方 这座地下指挥中心 目前已有200平米解密开放 它是当年浩大保密工作的缩影 地下指挥中心 距离地表以下9.3米处 当时是科研专家和指挥人员的 核心办公场所 指挥中心内部生活办公用品齐全 通风照明良好 很多建筑细节也颇见精巧 比如这座半圆形的大门 你知道它为何形状如此奇怪吗 这个是凸起来的 有点像半圆形弧形状的 这样的一道铁门 是女官员的 这个非常细致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这道门呢 它的确是一个半圆形的形状 那在当时呢 之所以把这道门呢 设计成半圆形呢 主要是为了这个更快的 这个扩散冲击波的冲击 以及防止这个冲击波的冲击 那这道门的重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第一颗氢弹再次研制成功 亲眼目睹了整个工作的环境呢 我觉得我内心中更加佩服当时的科学家 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现身精神 那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当时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才有了我们今天强大的中国 和我们这种现在人民幸福的生活 如今 原子城的技术工薰们 都以光荣隐退 定居西宁 西宁宁人的气候条件 给了他们安逸的环境 它地处黄水谷地 市区海拔2261米 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3摄氏度 最高气温甚至超不过30度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造就了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的宜然气候 也因此成为了肖夏避暑的好地方 2013年 西宁荣获全球避暑名城称号 夏都的魅力 每年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 离开西宁 我们现在要向150公里外的 海南藏族自治州进发了 海南州海北州可以说是镶嵌在 青海湖两侧的两颗明珠 各有特色 而据说现在海南州 有一项十分壮观 十分震撼的产业 正在等待着我们 到底是什么 去了我们就知道 其实就是那棵杰在硬性的 方法 今天瑞若全球避暗的 水平 是在适合下 玉莱全球避暗的 二人 就像小冬丝 凑菇 换个音日子 有路 很一样 我再冤开 我们有什么 感谢观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青海省海南州 恰普恰镇的一处光伏发电厂 光伏发电呢 让空旷开阔的荒漠化土地 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呢 我们在现场发现 越来越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呢 并不是贴着地面架设的 而是高于地面 大概80公分左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一个说是破坏荒碳 就是说你们把这个草碳 养成光伏了以后 然后推的是一塌糊涂 然后呢最后风 感谢观看 这两年呢通过这个养殖 现在基本上你看一下 这片绿色已经初见成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将伴随着青海人继续成就骄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翻山月里 我轻轻走近你 你鈴 expands 你一叶 Circansい 你也可以去解开 晨缝的奇 残风风雨雨 我处处寻放你 一段段怀戒度你 古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照明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长江黄河深州万里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每一个角落都留下追梦的足迹 足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次次见谈你破浪的勇气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照明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长江黄河深州万里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